这张画 《女人与花》创作是2013年 创作灵感来源于一首英文歌曲 就是《花儿到哪里去了》 这首歌是我在学英文的时候听到过的 我印象非常深 歌词的大意识是 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年轻女孩摘走了 年轻女孩哪里去了 他们给男人娶走了 男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当兵打仗去了 士兵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埋在坟墓里了 坟墓都到哪里去了 都被花儿覆盖了 然后又是花儿都到哪里去了 年轻女孩再走了 这是个歌词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令人挺伤感的 所以我画这幅画 也要把这个气氛想画出来 整个画面是用横竖线的结构 把这些 影像安排在横竖的线当中 整个画面的节奏 缓慢 也很庄严 好像是圣月在奏响 引着女儿 这些女人们走向远方 交湿在光芒之中 女人的这一生 像鲜花一般娇艳 也如鲜花般脆弱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何尝不是这样的 花开花落 容子破碎 是否能预示着将来会有更美好的 永远的绽放呢